燒得光臣骨頭 骨頭 快閃閃了 他們給我那個白布綁了 腦袋綁了 我自己覺得我一生 這不是我姑娘 這不是不是 這六月我都停住了 你知道嗎 今年6月24日上午 在比林韓國首都首爾的 華城市的一家電池工廠裡 大火奪取了23條人命 其中17人為中國公民 中國媒體隨後證實 遇難的中國人 絕大多數是朝鮮族女性 這是韓國近年來 死亡人數最多的火災之一 遇難者別利美的母親俱喊玉 在與女兒失聯後 連夜趕到了華城市 母女二人是來自中國延編的朝鮮族 2014年來到韓國打工 她說女兒剛來電視場上班一個月 就出事了 她說活兒不累 不過呢 她這個腸子好像是不那麼那個什麼 設備好嗎 我問她 當然設備不太好了 你就那樣事的地方 你哪有什麼設備好 反正對我幹點唄 就這樣事的 安家姑娘說 對我幹點再說吧 現在是沒什麼那個 活兒也不太好找 她說就偷幾天就 痰了也是爆炸過什麼東西 就滅了唄 就趁那兒她就沒在意 22號我聽別人說的那事 不是我安家姑娘跟我說的 22號那天也是 去活以後就也是整滅了 姑娘沒跟我說 要跟我說我就不讓她去了 這星期一上班就做這個事了 安家姑娘可笑聲 安家姑娘也是 但是哪怕那些化妝品 都是孩子給買的我 這是最後一天 我給她發一個 她給我發一個 你看哪一天都不拿下 你看哪一天都不拿下 哪一天都給我發 她每天跟我說 上班了下班了 每天說跟我 突然間就沒有了 阿家姑娘長得挺漂亮的你知道嗎 就看我都不敢認 你知道吧 阿家姑娘長得老漂亮這麼漂亮 你說一去了 她們都不要我看 不能不看了 最後一年怎麼也都去看了 我就去了 燒得光生骨頭 我哭得 我快閃架了 她們搞那個 擺布綁的 腦袋綁的 我自己覺得 我就說這不是我姑娘 這不是 不是 照理我都停住了 你知道嗎 火災發生時 工廠裡的監視器 拍下了別離眉生前的最後一刻 據海域質疑工廠沒有給員工進行安全培訓 這才導致了起火後 工人們沒有及時逃生 她們要知道那個是爆炸的話 她是不是得跑了呀 她們根本就不懂爆炸你知道吧 這個剛開始爆炸這個地方 第二次爆炸就這個程度 我家姑娘還坐這兒 你看 這是我姑娘 還坐在這兒 你看 爆了兩次還坐在這兒 要是她有教育能爆炸 爆了以後就不行的話 她能坐在這兒嗎 她肯定能跑下來的你知道吧 這個點兒的話 但電池工廠卻對遇難家屬的指控 予以否認 韓國警方稱火災事故仍在調查中 來自中國延邊的蘇先生 雖然與朝鮮族妻子離異多年 但聽聞噩耗後 便立刻帶著孩子趕到韓國 由於擔心輿論壓力 蘇先生要求匿名接受採訪 當時得到消息的時候 心裡是指定是不好受 因為我兒子在中考 中考的頭一天得到的信息 因為原來已經離異了嘛 離異十年多左右 沒有怎麼聯繫 和我兒子有點聯繫 可能也不是那麼太多 只聽說朋友告訴說 他媽媽還有一個月要回國 去領他出去玩 我當時的心情還挺好 正好孩子也中考結束了 完了領著出去玩玩挺好 完了沒等到幾天就接到這個消息 我來的目的是為了 我兒子也有這個目的 就是為了想把他媽媽的骨灰拿回中國 就這一個兒子嘛 想把媽媽的骨灰拿回中國給寄存 到殯儀館或者是找個地方埋了 有個留念 然後賠償的這個事呢 不說說是不賠償 那是不可能的 也是為了這個 因為就這一個兒子 你說這個錢 指定是得給兒子爭取的 因為現在不到18週 還得撫養 還有教育 以後的路還很長 對呀 現在是什麼也不知道 阿妹也是什麼也不知道 就是等著吧 怎麼整 在韓國的法律和中國的法律 指定是兩個樣 根據韓國媒體報導 目前在韓國的中國朝鮮族 約有80萬人 他們多數來自中國 與朝鮮交界的吉林省延邊 朝鮮族自治州 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 與大韓民國建交後 不少出生在中國的朝鮮族 選擇到韓國謀生 2004年 韓國正式將中國朝鮮族 歸入在外同胞 給予中國朝鮮族入境者 最多四年的在外同胞簽證 吸引了更多人來韓國打工 賺取比家鄉高出數倍的薪水 但由於出生成長的社會環境 有別於韓國本地人 多年來 中國朝鮮族在韓國的社會待遇 備受關注 每次發生事故 基本上有朝鮮族 這說明朝鮮來得多 還有三地業種 充斥三地業種 特別是建築業來說 韓國人現在充斥的很少 大部分都是中國人 這樣的話 發生事故的話 就是死亡著大部分是朝鮮人 容易從第三者角度來看 而韓國對朝鮮族的現場管理不好 不是這麼回事 移民社會基本上都是發生那樣的事情 一開始都是充斥三地業種 來韓國的朝鮮族也一樣 差不多十年前開始 在這留學的朝鮮族 在韓國留下的知識分子 在韓國充斥體面的工作也不少 這個文化界比如說拍電影 你朝鮮就在韓的朝鮮族 或者在中國的朝鮮族 負面的產品也多 這也是對韓國社會影響 有很大對朝鮮族 看待朝鮮族的方法 這些問題 我們提出了很強烈的抗議 這樣將來能夠改變吧 這些問題 對於這次大火的遇難者家屬來說 他們希望市區的親人 可以早日入土為安 即使火災當天 韓國總統尹喜悅 就趕赴現場視察 該國的勞工宗教團體 也高度關注世界 但有家屬對事故調查 和賠償的進展頗有為辭 怎麼個處理法也沒說 啥都沒說 我們乾等這七八天 一直都等到現在 不過政府也是 我希望政府也是 給我們好好處理 這些人也得 火人不還得火嘛 是不是 再說死人也得路途 所以有個說法 快點解決這個事 就這樣姑娘丟了 我當然後悔了 姑娘要在中國的話 用不著這樣 是吧 最起碼我整理少是少 不過不能把孩子丟是吧 喔 沒想到